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队 《祖孙大棒》闪亮登场 欢迎二位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米杰 来自湖南淮华 米杰是一枚货车司机 我来自湖南淮华 今年74岁 这严身体状态不错 我说严身体不错 然后奶奶在旁边跟我说 她能吃 没吃 也欢迎奶奶 这个米杰今年多大 我今年25岁 但你这个 一般货车司机 不应该是爷爷这种身材吗 其实没开车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是货车司机 因为货车司机 可能会比较成熟稳重 久度我可能肚子上 容易堆积脂肪 是的 但是我就是 已经从事货车司机 有五年了 爷爷出可以证明 我是货车司机 因为 从我拿到车车的第一天开始 然后爷爷他就是陪在我的身边 他也是我的小跟班 做男传辈 爷爷都一直陪着我 跟着我 爷爷给你压车 是的 那爷爷压车是因为放心吧 爷爷他觉得我从小性格比较内向 因为去学校欺负了 也不敢跟他们讲 从小跟着他们长大的 父母没在身边 所以爷爷他就跟着我 就是把我解决一些 把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比如说有一次晚上 就路上遇到一个罪汉嘛 当时那个罪汉他蓝车 我以为他需要帮助 然后我就问他 是不是需要搭车呀 结果下去之后 他把我抓住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爷爷看事情不对头了 他赶紧下车 我下去以后 给那个罪汉头指以后 那个罪汉看到我这么大的骨子 嘴发那么小一点 对不起爷爷 我没听清那句 是看到您这么大的个子 还是这么大的肚子 这么大的骨子 那个字我没听清 给那个罪汉 上手给他抓住以后 他知道我这个人还有一点理解 他就退到那边和别去了 那一次的问题就由我来解决的 所以你看看 如果不是爷爷在身边 那天是不是就出了大事呢 对 还有一次就是 我们去排的庄货嘛 他们可能看我年轻 老希望插我队 但是爷爷他出头的时候 就没有人敢插我的队了 谁敢插队啊 一看他是带家长来的 虽然爷爷他平时也挺好的 但是也有出插头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我倒车嘛 爷爷他在旁边指挥着 他只管我叫我倒倒倒 好 结果不小心 倒到沟里去了 倒倒倒 倒沟了 然后爷爷他也蛮自责的嘛 他就去旁边那些邻家 去接一个大的木棍 突然之被陷了他 然后他就拿个大木棍 去把它扛起来 爷爷低估了货车的重量 然后他扛了之后 纹丝不动 爷爷有点膨胀了现在 自从成功地处理了几次突发事件之后 现在都要拿棍儿来撬这个车了是吧 对 所以一路上和爷爷在一起 这些好玩的事儿 难忘的回忆太多了对吧 确实 但我想知道你开货车是负责什么 物流吗 我们就是搬运嘛 就是借房子啊 要的沙子啊 水泥啊 烹砖啊 那你要负责体力工作吗 比如装卸货 也要啊 有时也需要 或许要帮忙送到他家 还要帮忙给他卸一下货 不是爷爷过去要帮你卸货吗 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 你有帮帮忙吗 爷爷都多大年纪了 爷爷不能太溺爱孙子了 有些工作不是您这个年纪 应该在做的了 需要帮忙的时候 爷爷要给他们帮一点 那奶奶他俩人一出车 您是不是在家很担心呢 奶奶 帮他去啊 我就要他给他帮子走 他不走的话我就骂他了 为什么呢 合着这服役是您出的呀 这爷爷已经不是压车了 变成无家可归了 只能在孙子那车里边待着了 我个帮子一个人不放心吗 放车不掉吗 所以爷爷在的话奶奶就放心了 因为其中呢很多这个旅程是长途 一个人呢会有疲劳也不安全 所以我还挺想问的 我说二位 在这个旅途特别开长途的时候 这个困了或者无聊的时候 爷爷一般都有什么办法 让司机不困 那是开长途的话 他需要喝一点水 我给水拿来 给他盖子敲开 给做服务工作 需要水给拿水 对 需要吃什么水果 我给他补好 补好水果 遇到什么困难 那就是爷爷给他解决 他坐在那个穿教室上 没有什么负担 没有什么意图 爷爷你会开车吗 以前是不开头脑机的 穿那个大湖穿我不会 等于就是说我虽然不会开车 但所有的指导工作 对 极其后勤保障工作 全会 那一些 尤其擅长只会倒车 爷爷在的时候还挺有趣的 因为我跟爷爷两个 都喜欢吃零食 小时候是爷爷给我买 其他奖单了 我给爷爷买 然后我开车的时候 爷爷一边是吃着零食 一边跟我唠着磕 慢点慢点啊 注意安全啊 我怎么觉得爷爷是去旅游的 爷爷吃零食 小心啊 在这儿来车了啊 怪不得爷爷这肚子 到一个目的地之后 然后我会找一个空地嘛 然后我有这个自己 汗制的这个小篮筐 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到 我的车上面去 之前的时候是爷爷看着我打 打着打着 爷爷跟着我一起打来了 所以言外之意就是 你和爷爷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移动篮球场 是这么意思吗 那是一等来就这样 太好了 这爷爷指挥的多好 都睡着了 对 太困了 他 刚困了 他好喜欢运动啊 这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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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看 kur 我发现爷爷的球技也很厉害了 但是您进不进球的关键 就看孙子这个球狂跑得快不快 刚才看那个视频 一看你看米洁 其实形象也很帅气 然后打球的时候特别有魅力 我觉得运动细胞很发达 对 为什么没走体育的道路 然后怎么开上货车了 我19退的时候刚考上大学 然后那时候你是学什么转业 我是学田径的 你看看 怪不得 就是刚好因为体育考上了大学 然后妈妈就生了一个宝宝 生下来就是说 会有些轻轻的心脏病 就是爸妈得到处去求医 然后为弟弟治疗 因为刚才大学学费什么之类的 一年可能要好几万 然后我就直接辍学了 是你自己偷偷的 还是跟家人商量好的 推完之后才可能说的 歇展后座了 出来了以后再告诉我们 我们身体也不舒服 我妈也就为那个弟弟到处求医去了 就是还没有到20岁就要承担家庭的重任 家里就没有那个得掉之类的 机车是要钱花嘛 他就偷偷地退学了 买了一袋旧船就开始开船了 一是开大车比较容易学一些 另外一个开大车靠辛苦可能赚的钱会多一些 赚钱多一些 所以爷爷是特别特别心疼这个大孙子 对不对 因为他太懂事了 我觉得爷爷扶持得不受嘛 一晃五六年过去了 弟弟现在身体怎么样 弟弟现在很健康 我刚才听奶奶说了 五岁的弟弟现在特别的健康 还知道你们来北京了呢 对 看他弟弟这么健康地成长 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是一个特别圆满的一个结局 但我不知道 这个因为你现在也攒了一点点钱嘛 可不可以重新回到学校 再继续你的学业 应该不可以了吧 我是觉得其实应该回去再把这四年补上 对 我觉得如果有条件是不是 再去深造一下 好的 谢谢老师 但我说实话 这条视频看就看在旁边 有这么个可爱的爷爷在 吃着零食也好 听得太到了 爱孙子的那些小举动也好 就甚至就是刚才有一个画面 让我都挺感动 爷爷陪孙子累得都睡着了那一刻 对 然后小孙子给爷爷盖上衣服 对吧 就这种互动的小瞬间是特别温暖的 确实挺心疼爷爷的嘛 有时候路上很多石头把路挡住了 爷爷他跟我一起搬石头嘛 他才搬那么两块 就喘气喘得很严重 那一刻我就觉得爷爷他 真就是年龄可能大了 然后就说爷爷你在旁边休息吧 让我来吧 就现在爷爷陪你的太多吗 蛮多的 就是朝世界跟我熬夜 可能身体他也 就是熬不过去吧 很多时候我就会找一个借口 我今天有小伙伴陪我一起去 我说今天你就在家里休息吧 然后结果爷爷 像有点吃醋的感觉 就说哎 平时带着我去 今天突然不要我了 爷爷蛮不开心的 但是他半夜会担心吗 可以打电话给我 问我到哪里了 问了有没有吃饭呀 我觉得其实啊 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讲 就是对孙辈这个爱 其实是他的身体健康 和这种精神头的一个很大的支柱 每天都忙不完的事 做饭买菜洗衣服关心他 你突然让他上班了 走了离开你家了 你肯定心里特失落是吧 老人常说嘛 最害怕自己说 说没用了 没有价值了 所以爷爷在他身体条件 精力条件 能够允许的情况下 我觉得米洁还是可以 多带带爷爷一起出去 对 米洁我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次来 我们越战越勇 其实爷爷奶奶 平时可能没有出过什么远门 然后刚好接这次机会 来到北京 奶奶眼睛也不太好 然后刚好来北京 然后可以带奶奶 看看眼睛 多孝顺 想的都是爷爷奶奶 就是奶奶 她老是看不着 自己饭得不能煮 然后她让爷爷来跟我开车 然后我就觉得好不动视 但奶奶呀 她宁可她自己 没吃上那顿饭 她也愿意让爷爷陪着你 那样她心里踏实 就是觉得不懂事嘛 因为想着自己长大了 还老是让爷爷他 这么七十多岁的人了 跟着我开货车 那就是货车的话也比较疼嘛 就是人有时疼得老高的 爷爷跟我说 有时疼得肚子疼 那个路不 奥都不平嘛 是的 然后 然后也是 没关系 希望你可以到25岁的时候 可以重新思考一下 自己人生的方向 自己如何平衡 自己的发展 和自己家人的相处 对吧 也不要让奶奶太担心 也不要让爷爷太累 将来我可以就是 可以就在爷爷奶奶 反正在家附近 选择一个其他的 就是更 没有这么奔波的一个职业方向 就是师范呢 或者是培训呢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去做一做 是吧 好的 如果在家庭条件允许的 这种情况下 好的 谢谢老师 我觉得明天嘛 带着爷爷奶奶 好好在北京玩一玩 嗯 这次这样 咱们给奶奶也多赢点礼物 好不好 好的 冲 冲 好 冲 冲 加油 那接下来就进入 我们的第一关吧 我们的第一关叫做 《个个击破》 你的牵手 你的牵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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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准备开始我们的挑战 来 有请我们的出题官 球宝 请听题 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机动车号牌中 不可能出现哪个字母 这几个字母不能选哪个呢 爷爷看哪一个是错误答案 我们就可以走到对应的位置 车牌上不会有的一个字母 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字母我都不得了 都不认识是吗 都不认识了 这就麻烦了 又见过了 又有 好 来 请转身 请准备 3 B B 2 1 这个对你来说没问题 这手艺抢完板了 米杰身高有多高 1米8几 1米8 1 我怎么丑你比我高呢 我前两条体检也一米8一 杨帆 体检的时候是不是吹头发了 对 那也说明我的发量比他好 正确答案是爱 来 球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车牌号中不会出现字母爱 是为了防止与数字一相混乡 所以这道题米杰选对了 也摘到了篮板得到了一分 来 请转身 请听题 夏季在烈日下工作或运动量过大 出汗多时 为预防中暑 应多喝以下哪种饮品 五个答案分别是糖水 糖醋水 汽水 盐开水和白开水 这一次 爷俩不约而同地做出了选择 来 请转身 咱们先问问爷爷 为什么中暑的时候 应该喝盐开水 爷爷 中暑的时候 那个盐开水不出人的身体 因为那个糖水 还有那个臭水汽水 不是这个盐开水 我们来看结果 请准备 三 刺一开水 二 一 伸手 差一点 已经摸到了 就差一点点 别差一点点 加油 没事 有米洁 再加上一分 好 秋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喝盐开水 人体大量排汗时 汗液会带走部分无极盐 如钠 钾 铭等 喝些盐开水 可以补充体内湿掉的盐粉 从而达到防暑的功效 哦 明白了 来 我们继续答题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近带黄金甲 描写的是以下哪种花 但是应该是 这个是菊花吗 哦 我就写这个花了 看结果 祝贺米洁抓到了一个球 在清朝时期担任一品大臣 文官官服上 秀的会是什么动力 那这个贺 其实我觉得贺的话 代表一种低温的象征 不能说文个狮子老虎 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来看结果 差一点点 祝贺米洁再加一分 所以现在的成绩变成了四分 距离进入下一环节 就差一个球了 阿玛希望你们加油 爷爷过于淡定了 爷爷最开始是手滑 失误了 嗯 来 请看一段视频 请问 刚刚播放的视频 对应的是以下哪个选项的制作方式 我知道 这个是能处打那个菜油 哦 打的是菜油 打菜油 打草油 确定不是做豆腐是吗 不是 来 那选择完毕 那我们就请转身 这回考验爷俩抢篮板的时刻又到了 爷爷 怎么也得争回面子好不好 毕竟刚才视频里边 您也是打过篮球的人 我就不信了您接不着这个球 来 来 3 2 1 2 2分有效 我们自己得予过的 小时候爷爷的家里炸油吗 就这样的 就这样是吗 对 球包给解释一下 刚才播放的是传统木炸炸油的制作工艺 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依然有部分地区坚持传承这门古老技艺 来给你们再加上两分 不愧是人家高体育的对吧 一球不辣 这球感觉蛮简单的 所以你看这个对于不是高体育的吧 就感觉这个环节特别难 对于搞体育的吧 就觉得这环节特别无聊 怎么掉下来人轻松就抓住了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 你们一共累积了六个答案球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 你们会有六次开奖的机会 如果能够走到终点 会获得我们的通关大奖 今天的通关大奖由奥科马品牌提供 奥科马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奥科马520系列高端冰箱 原生态保鲜 把新鲜锁进冰箱里 最那个惊喜多多了 就看你们接下来的表现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第二关 奖品追逐战 先来看一下这球掉下来 变成宝箱会在什么位置 对 每走到一个对应的位置上 答对礼物盒就会打开 好 这是六个宝箱分布的情况 知道答案迅速说出来 不知道答案可以喊过 给你们换题 好 直到答对下一题就可以往前进 好吗 好 好 加油 来 180秒倒计时 开始 请问 苏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 学会了什么本领 骑士二变 错误 虎悟空 正确 请问 明句 长亭外古道边的下一句是什么 过 芳草必连天 请问 军训时常说的叠豆腐块训练中 豆腐块指的是哪种东西 叠豆腐块叠的是什么 叠豆 被子 正确 请问 分贝是我们用来计量哪种东西强度的单位 分贝 分贝 分贝是测什么的 分贝 忘记了 过 声音 请问 杨家将军奢太君的名字是什么 杨家将军奢太君 下一题过 蛇赛花 请问 京剧中的角色会借手中的鞭子来带指哪种动物 过 马 请问 中国的丝绸之路首次开腿于哪个朝代 唐朝 错误 过 汉朝 请问 四级变化是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进行的哪种运动而形成的 公转 正确 请问 魔方一共有几个颜色 三个颜色 错误 四个颜色 错误 六个颜色 正确 请问 余伟文一般长在五关中的哪个器官的旁边 叶金 正确 六十秒 请问 在台球比赛中母球是哪种颜色 母球 白色 正确 请问 被誉为雾都的是我国的哪座城市 重庆 正确 请问 中国古代的醋鞠运动是现代哪种运动的祖先 跑步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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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是什么运动 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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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球 错误 什么球 来球 羽毛球 错误 来球 错误 过 足球 请问 国画颜料中猪纱指的是哪种颜色 过 红色 请问 十秒 枢叶红鱼二月花形容的是哪种植物的叶子 月野花 二月 时间到 正确答案是 枫叶 枫叶 当然有遗憾 当然也不错了 我们来看看打开了 一个 两个 打开了两个宝箱 祝贺你们 来 来 我们先来看看球宝 为你们准备了什么 张天来啦 祝贺你们 获得了黄金搭档 营养搭档 黄金搭档助力选手越战越勇 我们的获奖选手 将会获得由黄金搭档提供的 伽玛胺基丁酸结骨木梅眼 营养搭档 黄金搭档 另外 二位还会获得由 奥克马提供的电饭包 给您做饭用的 今天唯一想进第二轮的 没错 所以祝贺你们 直接成为了冠军家庭 这份礼物 我觉得是送给奶奶的 祝贺你们 获得了由国内知名的珠宝品牌 为爱而生 周大声提供的 都市独白系列产品 致敬勇于追逐梦想 敢于闪耀的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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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